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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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三面採光 我們也沒有開放式大廚房 我們要給你一次五合一的變形金剛 大家好,歡迎收看 量測達人直流電源記憶分析一篇 我是安吉倫優處 資深專案經理張鈺維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N6705B 一台直流電源記憶分析一 它是一個五合一的機器 包括了電源 包括了多用電錶 包括了四波器 包括了任意波形產生器 包括了DataLog 五合一的Function 在過往,當在做一些Power Sequence 或一些Power Unit 譬如說ABS汽車的電子零件的時候 需要輸出很大的電流 可是你可能用Power Supply 沒辦法很即時的 產生它所需要反應的波形 如果你用任意波形產生器 你有可能沒辦法達到這麼大的 一個功率的Supply 所以呢 安吉倫推出的一台N6705B 可以完全符合所有Power量測 包括Battery的Drain測試的新機器 接下來來為各位做一個Demo 接下來我們在N6705B上 很快跟各位介紹一下五個Function 在各個面面上的位置 首先呢 這邊有四個Module的Power Supply 在左上方呢 它就是一個可以當作電錶View的一個Function 在下面是一個Scope的View的Function 在右邊呢 它可以是任意波形產生器的View的按鈕 最後面呢 是Data Logger的Function 那我很快為各位做一個Arbitrarial Waveform Generator的Demo 我目前呢 是設在Channel 2做設定 那我目前是把它設成Arbitrarial Waveform Generator 我們來做設定 以任意波形產生器來講 我們可以任意輸出各種各式各樣的 標準的Waveform 譬如說Sign啊 Inspiration啊 Step啊 Ramp等等 甚至你可以自己User Define 去編輯你要的Function 包括它的時間跟Voltage 都可以任何自行的來做編輯 今天我用一個Pulse來做一個Demo 我們設了一個Pulse 那從1V到3V 這邊是0.1秒 0.2秒 0.1秒 我們把它Continue來做一個輸出 我已經把這個Waveform Generator設好了 接下來我需要做的事情 只要把第二個Unit Channel 2 把它On 把Arbitrarial Waveform Generator On 把Scope On 開始Ramp 各位應該就會看到一個 這個就是它所謂的 剛剛我們所設定 Arbitrarial Waveform Generator的Output 目前它在Channel 2 就是產生這樣子的一個波形 我們甚至在Channel 2 剛剛提到試波器的Function 在左下角它有橫走的Vertical Holy Rental的設定 譬如說我在這邊轉Holy Rental的設定 各位可以看到 好像我們在跟做試波器一樣 可以來隨時看到 目前Pulse Prime 跟你的DUT之間 你想要看到的訊號 我們全部忠誠的把它揭取下來 這是第一個 我要為各位做的Demo 第二個Demo呢 我們在左邊 有準備一個Pulse的Load 那我們所用到的是Channel 1跟Channel 3 我在事前都已經設定好了 所有的 我們在Channel 1打出 固定Supply 5V 在Channel 3固定Supply 9V 然後一旦有Rode 它就會即時供應它所需要的電流 所以呢 我現在把Channel 1跟3把它On起來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Display上 有看到一個Pulse 這個Pulse就是由PulseLoad所產生的 它在那邊產生一個Load 我們很即時的把N6705B的訊號 這個功率很直接的Supply給我們這個Load 所以由此一個Demo 各位可以看到 它可以很即時的提供 包括Load所需要的功率 我也可以很即時的來做 我想要做任意波形的編輯 那在最後面呢 我們來做DataLog的Demo 我就要把它按到DataLog 按Rog 基本上呢 這時候 在Display上 它會Capture一個固定時間 把所有這段時間內 你們想要 需要的Information 全部抓下來 Log在Data下面 以方便做後處理 及後分析 以上就是我們N6705B的介紹及Demo 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接洽各地安傑倫的業務代表 他們一定會樂意為您服務 謝謝